小事上忠心 有一个老木匠要退休了 他告诉老板 他打算离开干了一辈子的房屋建筑业 准备好好休息 含义弄生 老板有一点舍不得老木匠退休 因为他为老板工作了大半辈子 盖过无数间房屋 是很资深的老员工 老板想一想就说 这样好了 你再帮我盖最后一间房屋 就算是帮我一个忙吧 老木匠答应了 准备盖完这最后一间房屋就离职 老木匠一心想着退休 并没有认真的盖这最后一间房屋 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用心 不但手工粗糙 连一些建材也心不在焉的使用了好些刺激品 有这样的态度跟表现 来为他这辈子所从事的行业划下句点 作为他结束前的告别作 的确令人惋惜 老木匠终于盖好了这一间房屋了 懒洋洋的告诉老板 要老板前来验收 老板把整个房间 把整个屋子仔细的看了一遍 然后拿出这间新屋的大门钥匙 递给老木匠 说 这是你的房子了 是我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好好享受你退休的日子吧 老木匠大吃一惊 万分懊悔 多么可惜啊 早知道这间屋子是造给自己的 他一定会用心一点 把他造得美轮美奂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心里 恶腕万习的说 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该如何如何呢 但愿我们在地上操练 在小事上忠心 好叫我们将来见主面时 不会羞愧 反而得到神的奖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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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